看传奇人物,听经典故事 大家好,这里是三个锦囊 今天我们来聊楚石剑 他是著名的烟草大王,中国城王 他是从巅峰时期深陷陵雨,跌落谷底 古西之年二次创业 茂蝶之年成为亿万富翁的励志传奇 他曾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让接近破产的玉溪卷烟厂 摇身一变成为全国第一 他74岁高龄的时候 把一片不毛之地变成成员 自己也成了著名的中国城王 今天三个锦囊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不老神话楚石剑的创业传奇 1928年1月17日 楚石剑出生在云南玉溪的一个农民家庭 小时候楚石剑最大的乐趣 就是在山林间奔跑玩耍 五六岁的时候 他就跟着比他大好几岁的孩子 一起到江里去摸鱼游泳 他生性好强,从不服输 小时候打架也从没哭过 这种性格伴随了楚石剑的一生 有一次楚石剑和孩子们比赛 看谁能抓到更大的鱼 其他孩子都只在江边抓鱼 但是楚石剑为了抓到更大的鱼 就向着更深的地方游过去 在那里他发现了一条 大约有十几斤的大鱼 楚石剑欣喜若狂 心想 如果能把这条大鱼抓回去 肯定就赢了 争强好胜的楚石剑一个猛子扎进水里 紧紧抱住鱼鳃 可是这条大鱼也不肯就范 而那时候的楚石剑身材瘦小 只能跟着那条大鱼一直往深水区下潜 没过多久 楚石剑就已经体力不支 连灌了好几口水 幸亏这时候他的表哥把他拉了上来 其他人都在为他担心 因为如果没有发现 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楚石剑却毫不在意 摸着牢牢抓住的大鱼 赢得了抓鱼比赛的第一名 冒险精神和不服输的心态 是很多企业家的共同点 这种不死就要干的理念 让楚石剑日后在商界大放异彩 15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去世 只留下目不时睛的母亲和六个孩子相依为命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为了维持生活 年幼的楚石剑 不得不扛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 早早失去父亲庇佑的他 无论性格还是思想 也都比同龄人更早熟 家境贫寒加上时局动荡 楚石剑小小年纪就辍学了 之后他去当了兵 加入了云南的游击队 在战场上不服输的性格 被他表现得淋漓尽致 后来因为当时的特殊情况 楚石剑又被下放到 埃劳山的原江洪光农场进行改造 住在简易的宫棚里 那里常年40度 天气像火炉一样干热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 楚石剑一待就是20年 之后才被调回堂厂 担任副厂长 当时那个堂厂亏损严重 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楚石剑苦苦钻研 通过改进技术 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就让堂厂起死回生 开始盈利 楚石剑这匹千里马 也逐渐被很多伯乐看见 这也为他后来担任 玉西烟厂厂厂打下了基础 1979年10月 因为在堂厂展示出了优秀的技术 50多岁的楚石剑 临危受命 被委以重任 担任作为红塔集团前身的 玉西卷烟厂厂厂长 刚一到烟厂 楚石剑就看到厂区内 积压满地跑 污水遍地流 职工宿舍破旧拥挤 一个20多平米的小房子里 挤着一家三代七口人 生活条件十分简陋 厨房是公用的 厕所也是公用的 穷苦出身的楚石剑 心里一直装着工人们 不断思考着 怎么提高工人福利 看到如此场面 楚石剑当场 就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拿100多万来 改员工宿舍楼 但这个决定 却被很多人嘲笑 大家都觉得 他是个大忽悠 在画饼给他们冲击 完全没放在心上 但是大家都没想到的是 四个多月以后 三栋宿舍楼平地而起 而且每个员工都顺利拿到了新房钥匙 一时间 工人们对楚石剑有了新的认识 都愿意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1987年 楚石剑所在的地区 意外获得了可以适当突破 当时烟草的专卖制度 发展烟草的机会 上过战场的楚石剑 向来以敢干闻名 他迅速地做出了一个决策 跳过烟草公司 直接和烟农联系 然后绕过供销局 地方专卖局 自己铺舍专卖店 1987年到1995年 红塔集团的香烟产量 以每年43.93%的速度递增 当时有领导来视察说 老楚 你开的不是卷烟厂 而是印钞厂 有记者曾经描述过 当时楚石剑出行的盛况 开在前头的是楚石剑的车 后面接着的是20多辆 以欧开头的车 甚是壮观 在玉西当地 还曾经流传这样一句话 想要发财就找楚石剑 靠近楚石剑的亲属 就离发财不远了 在玉西烟厂工作的18年里 纳税超过1400亿元 有人说楚石剑就是 全省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在他之前 玉西烟厂厂长长这个职位 很多人听了都两手一摇 不敢答应 但楚石剑就敢做 别人不敢做的事 这在很大程度上 源自于他的性格与智慧 他曾经说过 入一行 先别惦记着能赚钱 先学着让自己值钱 没有哪个行业的钱是好赚的 赚不到钱赚知识 赚不到知识赚精力 赚不到经历赚阅历 以上都赚到了就不可能赚不到钱 这段话可以说 字字珠基 值得品味 值得学习 1990年 楚石剑被授予金球奖 这个奖项也是当时的 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 相当于企业家中的奥斯卡 1994年 楚石剑被评为全国十大风云人物 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看来 那时的楚石剑 无疑走向了人生的巅峰 只是当时的人没想到的是 这样的巅峰 在几十年之后再度上演 甚至有过之 无不及 俗话说物及必反 巅峰之所以叫巅峰 是因为无论往前还是身后 都是低谷 楚石剑自然也不例外 那时候事业蒸蒸日上的楚石剑 是很多人眼里的财神爷 但当时的情况是 虽然对企业有巨大贡献 但他的月薪却只有三千块 巨大的心理落差 让他心里严重不平衡 这让他原本辉煌的人生 逐渐偏离了航向 按百度百科的说法 贪污了174万美元 1995年2月 楚石剑被匿名检举贪污受贿 就这样 楚石剑 妻子马静芬 以及女儿楚应群都被带走调查 他的儿子楚一斌也去了国外 后来他的女儿楚应群受不了刺激 选择自杀 一夜之间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很难想象 对于一个已经年逾六十 过了尔顺之年的老人来说 这该是多大的打击 但楚石剑并没有就此消沉 老记福利 志在千里 70多岁的他 每天认真吃饭 积极打扫卫生 认真递交汇报材料 连看守他的人也忍不住被感动 在里边的时候 很多老朋友去看他 都去安慰他 但后来发现他根本不需要安慰 朋友来了 他会讲里边有什么好玩的 有趣的事 他说自己学会做菜了 还津津油味地讲述做菜的细节 因为表现良好 原本被判无期的他 被减刑为有期徒刑十七年 2002年 74岁的楚石剑 因患糖尿病 保外就医 之后他和妻子马敬芬二次创业 一起承包荒山 开始种橙子 也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楚城 因为他晚年创业的励志经历 他的橙子也被称为励志城 他本人也被称为励志城王 人生在世 人情冷暖 有时候往往人走茶凉 但在楚石剑这里 却并非如此 楚石剑的一个看病账户 等到他出来的时候 里边的钱已经变成了上百万 而他甚至都不知道 是谁存进去的 因为楚石剑喜欢读书 他的一位朋友 疑似性就给监狱的图书馆 捐了六万块钱的新书 不少原来的朋友 也来请楚石剑出任顾问 还有希望拉他开矿的 自然报酬不菲 朋友们听说了楚石剑 有创业的想法 就主动要借钱给他 还不求任何回报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小事 楚石剑的人情恋达 可见一斑 2003年 楚石剑75岁 也是他在埃劳山 种肠子的第二年 这一年 万科创始人 著名企业家王石 特意过来拜访楚石剑 向他请教企业经营 王石说 肠子挂果需要六年 六年之后 他就八十多岁了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创业 大谈八十岁以后的场面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 2012年 楚城首次大规模进入北京市场 后来这被称为楚城进京 从此 楚城正式消往全国 一代传奇 东山再起 2014年 楚石剑当选财富 一年一度的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50位商业领袖 2018年 楚石果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90岁高龄的楚石剑担任董事长 2019年 楚石剑在云南玉西去世 享年91岁 从此传奇落幕 郑和岛创始人刘东华曾经问过楚石剑 如果您给自己留下一句木制名 会是什么呢 楚石剑盯着刘东华的眼睛 说出了五个字 楚石剑 属牛 在楚城庄园的接待大厅里 唯一的照片是王石到访楚城庄园时 和楚石剑的夫人马静芬的合影 合照背后一串令人糊疑的数字是 51 62 66 71 74 84 这一串数字代表着楚石剑的一生 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51岁那年 他当上了玉西卷烟厂的厂长 62岁那年 他被评为中国十大企业家之一 66岁那年 被评为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71岁那年 深陷淋雨 74岁那年 宝外就医 二次创业 84岁那年 楚城销往全国 楚石剑东山再起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很佩服他 在他身上能感受到企业家精神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楚石剑的一生风光过 诗意过 饱尝这世间的苦辣酸甜 从普通的出身到烟草大王 从烟草大王到深陷淋雨 从古西之年保卫旧医 二次创业绝地反击 最后成为一代城王 东山再起 几次大起大落的他 成功诠释了什么叫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回首一生的苦辣酸甜 楚石剑说 我不希望别人在说起我的人生时 有多少包扬 我只是希望人家说起我时 会说上一句 楚石剑这个人 还是做了一些事 好了 烟草大王 中国城王 楚石剑的传奇故事 今天三个锦囊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三个锦囊 治理于讲述传奇人物的经典故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关注我 点赞和转发 也能帮我做出更好的视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